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方 这两天厂里呢,磨出来了一张印度小叶子堂,堂香子堂的平头画案 这张画案的气形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网款的刀牙款,明示画非常简洁素牙 但是呢,这款用印度小叶子堂来做啊,就显得格外有高级感了 大家首先看一下整个面啊,是属于比较干净的哈 弹香子堂,整张画案的工艺就是白胚筋膜到5000目,没有上漆没有打蜡 给大家报一下这张画案的尺寸,长度171,宽度68,高度82公分啊 可以当做一张办公桌茶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整个面板是采用荧幕漆开啊,就是荧幕同开的面板 不存在任何色差,满满的金心牛毛纹和水波纹 没有做表面任何的处理,就是白胚什么样子 原木金膜出来就是什么样子的哈,原汁原味原木色 非常漂亮,有质感的一张画案 两边的抹头采用的是拆翻老料,也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火焰纹啊 火焰纹这种幽黑幽黑的料子,游戏是一流的品质 整张画案大家可以看一下5000目的金膜质感啊 这款刀牙画案是非常考验面框的厚度 对于整张画案气形而言啊,是尤为重要的 大家看一下,现在小椰子堂这款我们是做的4.6公分的面框 并且是做了冰盘沿线角 两边的抹头是双出头透损工艺 使得整张画案看起来尤为的厚重,尤为大气 并且简洁素雅呢,采用印度小椰子堂这种高级感的高端材质来复刻啊 完全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这像这样一张画案你看 配一张光帽椅放在书房 放在卧室,放在茶室,放在办公室里面 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画案的面板以及面框全部都是做了内外导圆角的设计 彰显明示的风格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个细节啊,处理的是非常到位的 再配一下这一张四出头的圆角 这款也是加士德拍卖款的一款 四出头经典的光帽椅 当作一张主轮椅配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气场怎么样 小椰子堂的这个材质是相当的高端啊 目前是白胚机摸到5000目的工艺啊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是可以很明显很清晰的 闻得到一股非常香的糖香子堂的木香味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内导圆的这个无份工艺啊 细节处理的是特别相当到位的 像这样简单搭配的两件套 一张椅子一张桌子 用印度小椰子堂来复刻来打造呢 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大家如果有喜欢小椰子堂的朋友啊 欢迎给亚方点个关注 感谢大家